四方十四 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爸爸经常爱买豆腐回来 放上少许油 煎熟了吃 那时候都是铸铁锅 煎出来的豆腐黑白斑驳 吃在嘴里实在是一股焦苦味 可是它却吃得很有滋味 岁月如流水般飞逝 我渐渐懂得豆腐是一个普通人家 能享用的最廉价的营养品 一块雪白的豆腐晒过富人家的山增海味 即使越变人间无畏 最后还得两袖清风 活在人间 难免会有坎坷 我想做一个像豆腐品格那样的人 虽然有点苦涩 但是柔软而不懦弱 不管人生处在怎样的境遇 永远保持着高贵的灵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